我想我不是太悲觀,不過說出來好像香港很危險 如果悲觀的話我不住在香港就住在上海,買上海樓就不要買香港樓 我想大家知道一件事,香港其實人口只有七百萬 在中國眾多的城市裏,我們是一個很小的城市 就算我們隔壁的深圳都比我們多 我們經常想把深圳都比我們更大,不然就跟上海比較 我可以跟大家說,養活七百萬人是很容易的事 從中國的角度來說 你不要以為香港四大產業,一半又一半又一半,香港就搞不定 香港如果只剩下一個產業,都可以養得起你 最重要的是買東西的餅夠大 我不是主張說將來只剩下金融業 當然,貿易、出口、其他還不會有在這裏 因為不是每個人都做金融的,對不對 香港還有很多需要本地的勞工 比如說旅遊、文化產業這些都會存在在這裏 但是如果說最大主力的支柱 我暫時看到是專業服務和金融會是一個比較有潛力的發展 我剛才已經說過,香港是一個很小的城市,很小的經濟 但是不要說一個產業,半個產業都夠養得起整個香港 所以如果你從這個角度來看,香港又不是很悲觀的 我反而挺樂觀的,尤其是我自己的產業 是不是? 所以我們不需要十大產業 或者十五大產業去支持香港 因為香港真的,就算我給你將來發展到一千萬人口很重要 因為我們未必能夠負荷 都是一個很小的城市 香港現在目前會交稅的人口 其實佔差不多全部交稅的人口 真正的可以的勞工來說是百分之十的 而實際上,如果以生產力來說 香港是一個人養起差不多七點五個人 當然包括你父母、老婆如果沒有工作、兩個菲傭、父母 你見到香港的生產力是很厲害的 所以如果中國的確以它幾萬億的財政儲備 將來尤其是人民的資產出外投資的時候 所產生的金融專業服務 我想你再多一個香港都能養起 如果不是上海根本沒有 就要跟我們爭 我們經常說跟上海爭 其實我們不需要跟上海爭 根本上我們都吃不完 我們只有七百萬人 無法掌握 所以不要說我們只剩下一個半個產業 其實剩下一個半個產業 我們都能搞定 所以香港從這個角度來講 是將來非常樂觀的